各位好,我叫楊佳凱 那待會可能要坐下來,可能剛好不小心喝醉了 OK,假如阿哥的那個office是二十個人的話 那我們大概介於他跟黃明威之間 我們大概八個到十個之間 所以我們H是一個很小的事務所 那我們事務所的名稱叫台灣語權基準師事務所 OK,我把我的Presentation今天分成四個段落 那是HPKPS OK,那第一個是Pilling,就是掀起來的意思 那我們在一個基層的人造地景是一個馬路 我們把地皮掀起來,人造地景掀起來 然後做成一個融合的居民生活 以及校園生活的一個都市場域 那一個非地景跟非物件的新的人工界面 去統合串聯不同基層的一個活動 包括自行車道、校園生活 跟都市的一個休閒生活 那這裡面的水平延伸 普遍的穿越、暗、亮、舒服、不舒服等不同的感知經驗 可以豐富了居民的 在新的人工界面上的一個體驗跟層次 包含了不同的那個吸水物 跟不同的一個溫度 在不同的向度裡面 這空間體驗上提供了不同的層次 感知不同層次的一種體驗 那新的皮層跟舊的皮層之間 就是這新的皮層、舊的皮層之間 就是馬路 可以提供休息、表演、運動、午睡等 身體在都市的場域中停留的可能性 那在這裡面事實上是一個舞台 跟自營車道的地方可以停留休息 那坐下來看表演的一個地方 那在夜間 都市開放空間 轉化成近代的觀賞 那這是都市開放空間 這是天橋 那這是一個都市的舞台的座位 那下面事實上有各種不同的展演 這展演事實上把過去的記憶 過去歷史的故事 跟明日記憶 串連在一起的一種新的一個可能性 OK 第二個 事實上是 就是編織 那 將寄存的一個人造地景上面 其實編織事實上我們過去設計 概念上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種一種一種 想法 那在一個寄存的人造地景上面 我們覆蓋了一層膠織的界面 扮演之後事實上那些物件事實上寄存的 然後向外延伸跟河流串連在一起 那橋的構造是交織概念的轉化 平順起伏 穿越 停留 舒服與不舒服 體驗的交織 事實上是有平順的 有起伏的 那有不同的一個 這上面是一個吸水物的牆壁 它那個那個那個Wild 那交織的人工界面 將寄存的物件 事實上這個停車場事實上原本既有的 跟都市的一個場域結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平滑的連續地景 換言之就是說我們好像覆蓋了一個新的一個皮層 把原本存在在都市裡面的不同的物件 統合起來 變成一個連續的一個場域 那這一個都市中可以 都穿越停留的場域 是一座橋 也可以是街道的劇場 那換言之說它是一個殘障不到的橋 是平順的 那也可以事實上是居民休閒的時候座位 那跟看表演的時候座椅的一個 一種轉化 因此 它不是地景 也不是一般的街道家具 那新的類型跟新的活動 與傳統生活交織在一起 產生新的意義 那這是在我們都市的開放空間裡面 嘗試的一些新的一個 類型的一個可能性之一 那下一個我們要談的是 叫批評 OK 所以 市場是虧視的意思 那虧視的意思是我們在操作空間的時候 一個有趣的一種遊戲的一種一種一種概念 我們常在使用的一種一種一種概念 那網路的視窗是虧視的遠端在線 換言之就是這個房子 基本上是Destinate給那個 通訊科技研發的一個中心 所以巨大的建築是Abarticle中的都市的房間 那如何在巨大量體中 建構個人跟群體之間 圍觀跟巨觀之間的一個對話 虧視是一種態度 換言之說這邊有很多的縫隙 這些縫隙事實上是有人的存在 在陰影的縫隙裡面 其實是個人存在的一個空間 跟虧視的一個角落 那巨大機構的大門 是一個個人尺度 個人尺度的陽台 與都市尺度 就是校園的一個都市 垂直向路區空間 所共同塑造起來的 換言之就是說 我們沒有明顯的大門 但是當我們任何人 穿越這個空間的時候 會感受到那個人的存在 因此虧視的狀態 是一種觀眾不在場的 劇場形式的一種轉化 那也是德勒茲的陰影縫隙的 一個主角登台的暗示 換言之就是說 所有的空間內跟外之間的界定 大門跟內跟外的界定 可以是觀眾跟演員 那視角的一個深度的遠近變動 空間是唯一的論化劑 換言之就是說 在整個空間之內 之中很多的一個所謂的 視覺的一種展現跟可能性 可以在這樣的一個空間裡面 再呛呂面 再呈現 那最後就 framing OK 所以 framing 是 不只是一個框架 OK 基本上 framing 定義 實際上可以是框架 也可以是架構 因此我們定義的 framing 鹿マ тр продолж 而是地景的架構 也是地景的架構 在一太片的空間當中 要蓋出一棟房子 第一棟房子 依照不同的時間 去建構一個完整的機構中的片段 歡迎就是說這個整個機構是整體中的一部分而已 那架構的建議是非常重要的 那轉化東海的一個 各位來賓銀行 謝謝您地臨 是PK的萬物 是PK的 轉化東海西醫教堂的空間印象 對稱的雙曲面 內外翻轉 垂直轉化成水平延伸 那東海教堂是一個受洗的空間 所以受洗的空間轉化成孕孕生命的綠色牆壁 那是低景的框架 同時也是建築的框架 綠色直升牆向延伸成為建築屋的屋頂 那破道端點 突出框架 那建構提供人跟環境對話的機會 那屋頂的延伸 那轉折 然後變成地板 牆壁跟地板 那錯位 讓這個框架 最後變成是一個物件跟一個量體 成為一個不是皮層也不是量體的曖昧閱讀 那最後 一體兩面的架構 一面是孕孕生命的直升牆 背面事實上是兩棲活動的主要的一個虛空間 在虛空間中的垂直動線 平台讓體驗者在上升的過程中 可以感受到建築與環境對話的關係 同時也可以成為框架中的主角 歡迎這個人變成是空間的主角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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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